真主黨旅3月11日 針對美國領導的聯軍 在伊拉特的基地發射火箭炮 導致兩名美國士兵和一名英國軍人死亡 另有14人受傷 這是過去半年中 真主黨旅發動的第12次攻擊 美國在反擊中 擊毀了5個敵方武器庫 伊拉特政府宣布 美軍轟炸導致至少6名伊拉特人死亡 並稱是對伊拉特主權的侵犯 麥肯齊將軍表示 該地區的緊張態勢依然很高 他認為伊朗是通過這種方式 在轉移國內武漢肺炎疫情 導致的政權危機 伊朗是中國之外的一個疫情重災區 截至13日 累計確診11364例 過去一周新增7851例 死亡514人 但外界普遍相信 伊朗大大隱瞞了疫情的嚴重程度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 至少6月9日 颱 Richmond 西融綜合